将近把中共的总书记为上海民众准备的精神食粮印出来 只是显然这些精神食粮不能填饱肚子 上海的市民已经开始到垃圾箱里捡东西吃 而这位男士显然还是很幸运 他正在吃一个大面包 疫情很好 这场疫情让你看清很多事情 平时不了解的 你看过这场疫情可以了解很多东西 可以释放很多东西 这样对未来一定是一个好处 你在自媒体上稍微说句真话 那些不想国家好的风窝的就上来 有些是机器人 有些是无奈键盘侠 有些是零赏的 各别地方养着呢 一句真话容不得 这不是不能讲话的人 没什么损失的 大不了自己 这么大面包是吃味道很好 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对不对 我们那个廖教授挤着钥匙 这知识分子本性了 没办法 能讲讲话的都好人 因为他冒风险 他也不讨巧 但是他说出来 是为其他人好 这些是好人 不要以为低调 不要说买在后面 也没什么错个人选择 但是从这些事情当中 至少能说话的 能说说真话的人 就是善良的 是好的 他完全可以躲在家里 日子过 小日子过过 什么不好啊 对吧 所以任何事情都是两面型的 这场疫情 如果说要做出胜利 就最大的胜利 就是把这个社会 平时隐藏的东西都暴露出来 这丑恶的东西 美好的东西 都暴露出来 实际上 即便是这位中共的转家 他也认为呢 不让人吃饭 不让人受教育 是错的 据说 王硕也认为 人们把吃的放到第一位 就是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 那么最终呢 也就会得到像猪那样的命运 而实际上 王硕本人也一直在追求真理的路上 苦苦的探索着 灵魂是携带信息的原则 你看过西藏独阳经嘛 就西藏宋书 虽然说原来有叫西藏中阴文不得教 人死以后融化在音乐里 只有一个意识 有个视觉 在音乐里 死后就是这感觉 有意识 但是没人格记忆 几分钟之后就忘记自己是谁了 这能证实吗 当然能证实 我跟你说 每一个原子 它从固体到液体到气体 每千万年在地球循环一次 你人是原子塔 您在这个循环里 2008年 50岁的